所以這次在明天 我們台灣人不只要贏 柯文哲一定要贏 我們要把國家還給人民 大家說對不對 明天晚上 我們要把柯文哲送進總統府 未來四年 我們大家要好好的改變這個國家 今年我用盡全力 一無反共 拼一次 首先謝謝 在這幾天我個人非常的煩惱 而且睡得非常不好 但是 今天你們證明了 證明了 那些媒體說的是錯的 所以我再次感謝 感謝今天來到現場的所有的 台灣的同胞 各位兄弟姐妹 館長在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四年前 國民黨 民進黨 紛紛來到館長的直播節目當中 他們開著非常多的政治支票 說要做那個 說要做那個 我印象 就是我們去年7月16號 他答應的最主要兩項 所有不分藍綠 都說他們要居住正義 他們要司法改革 但是我問各位 這四年過去了 他們做了嗎 沒有 所以 今年 我們票 就要投給誰 我們的政黨票 要投給誰 在 很多個月前 柯文哲來到我的直播當中 跟我募款 我私底下問柯文哲說 阿伯 你為什麼這麼想要 競選總統 你知道他沒有跟我說什麼 他是一個非常難聊天的人 這大家都知道 吃飯就吃他的 完全不理我 但是他那天跟我講 他說 他覺得 台灣 不可以再這樣下去 他覺得 他必須要改變台灣 因為他非常非常的著急 然而在 藍白不合的那一天 黃珊珊跟我講 我可不可以去安慰 安慰一下阿伯 我很感動 那時候 黃國昌跟 主席來到我的 直播間 我跟他說 只要 你敢選 我們 就敢挺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我說不用合了 大家說對不對 在今天 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受到了媒體打壓 有人說 在場所有人 是因為來觀光的 才在這裡 是嗎 有人說 你們各位 是空氣 是不是空氣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跟所有媒體大亨 跟所有財團 跟所有這些政客講 我跟你講 真實的聲音 是藏不住的 真正的民意 也是藏不住的 所以這一次 在明天 我們台灣人 不只要贏 柯文哲 一定要贏 我們要把國家還給人民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明天 晚上 我們要把柯文哲送進總統府 未來四年 我們大家要 好好的 改變這個國家 大家說對不對 再次感謝 今天所有人的參與 我真的非常感動 但是 我小時候 我沒有辦法哽咽 好不好 這個是民進黨的專利 好不好 我實在太感動了 我有太多話要講 但是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嘉賓 阿管在這邊 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再次謝謝各位 請你們明天 晚上要見證奇蹟 我們要改變台灣 從此之後 台灣 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愛台灣也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對不對 最後各位一喊三聲 下架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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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謝謝 大家好我是愛麗莎莎 這一次呢 就是 怎麼辦沒有準備 完蛋了 我就是喜歡這種真實的反應 是不是 這一次呢 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 對政治是完全無感的 但是這個是我第一次 這麼支持一個候選人 對 甚至四年前 別人請我 拍那個要出來投票的影片 我都跟主辦人說 但是其實我真心沒有特別想要支持的人 所以我都拒絕了 所以大家在四年前的 出來投票影片 看不到我 但是今年我用盡全力 一無反共 平一切 哇 哇 哇